很多人說 現在的青年人很難搞 青年人大人很難搞 不要賴青年人 很高興 邀請陳知名副主教你跟我們聊天 我也很高興 Thank you 你都經常接觸青年人 我也是青年人 是啊 青年人面對什麼挑戰呢 前途問題 例如香港想扭問題 扭屋局問題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社會社會人的心不得平 其實多遠 如果再深一點的問題 他會問我是哪一個人 即是一個基本問題 即是我是誰 那些人會說我們同居沒有青年人 一個人會說 我擔任教會 其實在教會裡 比如說 香港有60萬人教了 40萬是華籍 即是中國人 按照這些數字來講 最多的年紀 比如說是35至45 最多這些人 第二類人 其實就是青年 即是18至30歲 教會裡面的青年多不多 最多啊 不過廉理性當然有問題 不要將教會等同堂區 問工作不懂 應該怎樣 第一個 真是要聆聽 很多時候大人喜歡說話 《實信之年》裡面有很多煩惱 很多話想說 但又不敢說 《實信之年》 《實信之年》信不信我們 要不要單方面說 不好意思 You can 我們應該做什麼 《復主》你自己怎麼看 全部有十二章 第四章說 教會社會奮鬥是有四個大副 所以第一個原則 就是人性尊嚴 比如我做那麼多關心人 背後就說 大家都是天父的兒女 所以大家要互相關心 互相照顧 沒有人是陌生人 所以原則每一個人都值得尊重 無論是弟弟 拖兒 老父 好像在床上的老人家 都值得尊重 第二就是共同主義 不只是想自己 作為一個社會裡面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整體性的 這個很重要的 基本原則 不要只想自己 第三就是一個團結 我們大家同屬的教會 無論是在堂區 或者學校 或者社區 大家是一個整體來的 是要互相合作的 第四就是互補原則 沒有人做得完 所以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我覺得 其實青年都是教會一部份 同樣 教會都是青年一部份 不要將它們分割 就好像走進去 大家一起合作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這四個原則 能夠幫助我們 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 包括看自己 所以你 相信有 有什麼要跟青年人說 因為我是青年 大家要繼續談 再一次過 要談久一點 不斷去聆聽 不斷去溝通 還有面對社會 大家一起為天主做見證 Yeah